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川普所支持的美国共和党当中的初选 12比0大胜 所以他分别向那些获胜的 被他背书那些共和党初选的人 表示了一些祝贺 所以他发了很多贺词 所以跟星期二发的那些推文就不太一样 星期二主要是针对女人之间的 他讲了一段故事 川普就否定一段 讲一段否定一段 基本上是这样 但是在今天的整个推文当中 第一个跟最后一个蛮特别的 就讲述了今天有关选举委员会 也不是有关调查委员会 和这位女士之间 他们所营造的这个氛围被揭穿之后 很多明白的媒体都在质询跟质问他们 那川普的与川普相关的 包括很多共和党人 在社交媒体中直接发难今天的 这个1月6号调查委员会 那1月调查委员会 基本完全是闷散烟 一点事能没有了 我们很难说 就我个来讲 我觉得他很难说 这个场圆不过来 那圆不过来 而那位女士呢 就是她的律师 发表了一个明确声明 这位女士所讲的所有的话 都是第三手资料 所有的证词都是第三手资料 所以作为公众 你们没有权利质询她 她所拿到的内容的真实性 而如果你们想质询的话 你们就去找那些说这话的人 你别找她 这个美国的社会 美国的众议院的这些议员们 为什么人毫无品质 人们就衰败低落到这种份上 这不只是低俗啊 这不只是低俗 完全还有这么推卸责任 还有这么干 所以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之下 川普就发布了一些推文 发布了两个 就讨论了这个女人本身的 那因为川普其实跟他是有接触的 但很显然川普不接受这个人 川普也不接受 梅多斯跟他之间的故事 而梅多斯到现在始终是沉默的 所以可以断言 打死他梅多斯才不敢讲话 梅多斯敢讲话 这个女孩给他来一个咪吐 我告诉你 让他满地找牙 让他吐得四处找水 对不对 得找水漱口 梅多斯敢讲话 女孩就敢咪吐 我猜 都是工具 我猜 都是烂肉 因为你看这故事走的就这样 那川普很可能意识到有这故事 那川普肯定 无论怎么样 他得接受梅多斯 但他绝对不能要这女孩 这故事就这么来的 我跟你说吧 现在这故事 有些书生去评论这个 没有用的 我觉得真的没有用的 因为这不是读书的 这是真正的生活 真的是利益 欲望 情感 权力 金钱 贪婪的真实碰撞 以及最后的交易 最后是交易 对不对 大家讲条件就是交易了 这位女士在1月6号之后 一直是成为川普总统的忠实的粉丝 这就是川普讲了 所以她其实是非常 在我们看 我去找她照片的时候 很有趣的 她跟当时的白宫的发言人 那个女发言人 关系很好 有很多组照片 是他们俩在一起的 那道理蛮简单 那个是白宫发言人 那她是梅多斯的这个贴身秘书 两个女孩的年龄差不太多 那都在白宫工作 那很正常 所以呢 当川普在有什么好事的时候 我看他们也都是在庆祝 所以川普是就这么讲的 那这个女士 其实是川普本身的 非常忠实的粉丝 即使1月6号出事之后 如果她的假故事是真的 她为什么要成为我的粉丝呢 那倒是 所以这是川普在有关辩论当中 都是用实际的行为针对的 在佛罗里达州 他要跟着去 结果呢 就被他 被他 就是被川普给DQ掉 不让他去 不让 不想让他 所以他就编造了虚假的 和完全离谱的故事 其中最疯狂的故事 已经被证明为 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了 就是抢方向盘 所以这里面的故事的中心 这里面很多故事的中心 是梅多斯 对吧 是梅多斯 因为他是梅多斯的身份 结果梅多斯到现在沉默不语 对不对 所以我也依然相信呢 川普不让这个女人去 原因就是 同样是跟梅多斯的故事 那川普 他不愿意把这种事 再带回我家去 海湖庄园是川普的家 他能把他这故事 带到我们家去 我们家那成啥了 对不对 桑拿健康娱乐中心 他说我不看 我们家是打 我们家是打球的 他们家是打球的 打高尔夫球的 我们家不是开健康中心的 肯定不敢 那搁谁谁也不敢 对不对 他一个老人 自己有自己家 我招这事干嘛 他就不带他去 不带他去 那事就完了 特勤基表示 这根本不是真的 所以他已经失去了 所有的信誉 就像选举委员会 这种黑客委员会一样 他们持续的一切 只不过是党派的 女巫的邪恶 这就是川普对他的评价 所以川普的评价 跟之前不一样了 就是他讲说 承认他曾经是川普的粉丝 所以作为是川普的粉丝 你为什么现在才说这话 而1月6号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 那对啊 1月6号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 你现在为什么突然 把当时的故事 是以这样的方式讲出来 让美国再伟大 纽约时报 这是两个推文 合在一起了 纽约时报跟华盛顿邮报 到现在没有提到 今天的 没有为当选的证人陷入 极其荒谬的谎言 失去了所有的可信度 这里讲的今天是指1月6号调查委员会 我刚才跟他解释了 不仅是纽约时报跟华盛顿邮报 包括福克斯 包括很多媒体 都停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他需要这个特勤局来作证 结果1月6号委员会呢 又不再去接受特勤局的作证 而特勤局是敞开门的 说我可以作证 但你要不来 那我怎么跟你一对一作证 对不对 还赖皮狗 能这事 那特勤局自己发表过声明 但自己的声明是自己的声明 那你作证的话 应该是你1月6号委员会的职责 你是个听证会 就是证据 你是个调查委员会 就是寻找真相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特勤局呢 那知道出事了 因为你找特勤局 你自己是造假的一部分 你自己是造假的主导者 你自己是造假的剧本的写的 那事情成这样 我们国家已经对媒体和选举本身 完全失去了信息 那是 所以我以为这是现状了 所以谁有权力去处理 1月调查委员会 这个东西谁有权处理的 我们不知道 其实如果像这种事情出来 这是对国家的伤害 司法部有责任站出来 对不对 司法部是保护国家的 那这样的事情 是直接伤害了美国的尊严 直接伤害了美国总统的尊严 直接伤害了美国选民的尊严 直接诋毁了美国参众两院 立法机构的他固有的信誉跟尊严 那司法部难道没有责任 去保护自己国家的荣誉吗 我想象不出来 那另外一个可以告叹 应该是川普 但我们不知道美国法律 是不是立法机构 这样的调查委员会自身 就是免于法律上的一种瓜葛 免于法律上的一种瓜葛 你不用吃劲 你打枝了吗 打枝的时候人家说了吧 我们卖药的买药的 制药的 让你逼着你打枝了 我们可都不负责任 故事纠缠归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